那他当他什么时候会稳定下来 可能就像那个Windows95嘛 之前讲过啦 重灌95次之后就稳定了 就OK 但是Windows95到WindowsXP 实际上已经稳定了 那之间大概相距的 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10年之后 他就稳了 那实际上呢 那不稳定的情况下 反而那时候的工程师是 最受到礼遇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工程师太重要了 随时环境都会坏掉 工程师一定要坐旁边 随时帮忙一下 但是什么时候工程师便没有价值 就是当系统已经稳定了 所以MIS的那个地位 有没有 每况愈下 跟什么有关 跟系统的稳不稳定 可能有点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当然 这道理很简单 就是最什么 最惨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应该说最差的环境 实际上就是 你最好施展手脚的时候 其实类似有这种意思 OK 所以你要挑一个 开发环境也是一样 但它如果很稳定的话 那当然就显不出你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环境其实真的 真的是不稳定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状况 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就是要自己找出一套 你的解决方案 所以其实我发现 我也常常在帮它抓bug 那怎么去 那有些东西 其实也是自己发掘出来的 那怎么发掘出来 比如说像同学会问说 那我的懒人包 为什么做得出来 其实因为 我把所有的目录 全部看过了 安装完之后 到底它安装到哪里 安装了什么东西 我每一个都去check 那check完之后 我当然知道 它在做了什么东西 我自然就比较清楚说 它到底要怎么样 不需要安装也可以使用 所以当然这是要花时间的 OK 然后为了上课方便 因为之前 光上课 第一堂课就花了非常多时间 每个同学在setup环境 而且都有时候会发现一些 不可预期的状况 所以我干脆讲 统一环境 像第一堂课 在一个早上 就可以看到Hello我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 速度上就算是飞快的了 而且算是大家都还算流畅 再来各位也可以 不用太花时间 在这种环境上 所以大概简单回顾一下 也许就是第一个 你去安装 如果你要让你的模拟器 开得快 一定要装它的driver 它的driver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目录里面SDK 里面这个check 还记得吧 那你把这个里面 把它装起来 它放在这里 那当然它未来 也有可能会更新 我觉得反正你有更新的话 如果没事 除非说模拟器 实在是又跑得很慢的话 那你再把它更新 如果没事的话 我想你暂时还是不要更新好了 OK建议 第二个你的那个模拟器 建置的方式 大概就这样 也许我的习惯是QVGA 那这个 因为我好像有 上次有更新吧 有更新ON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ON 给 就是说试试看 那没有 如果说你的电脑 不是intel的那个 i3以上的高阶版本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用ON 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用intel X86这个东西 你就不合用了 你也跑不起来 即便可以跑起来 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那你怎么办呢 你去装ON AR M这个 ON这个 那这家公司 好像最近也卖 我最近有看一个新闻 好像被卖掉了 不知道哪一家公司 把它买走了 那花的 这家公司 他成交的金额 是一兆台币 就买这一家公司的技术 对对对 那个日本的那个软体银行 就是做那个 那个机器的那个 Paper那个 那家公司 花了大概一兆台币 把这个技术买下来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那个 他这家公司的 其实还蛮有价值的 OK好 那另外的话 当然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是Intel的话 跑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另外的话 你的Skin 这个Skin就是指的是 你右手边的东西 要不要让它显示 然后RAM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跑的是 4的版本 所以你RAM大概给 512应该可以跑 那未来如果说 你想要去下载 那个6或7 那个NJ6或7的话 可能你这个RAM 尽可能大概 可能要给个 一区以上 甚至最好 要2G 否则会跑得 比较不流畅 因为后面的版本 他吃的RAM越来越多 OK 这个当然相对的 按个OK之后的话呢 那他会有个清单告诉你 那接下来 当然如果你的Driver 挂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Start 那如果未来 要再编辑他这个Editor 你还可以把它Start 第一个当然 你就是要把模拟器 先给执行起来 那执行模拟器 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怎么样 你会把这个Driver挂上去 它就会自动去把我们那个Intel的那个最佳化模式挑出来 那开启那个我们模拟器的速度 那就是属于飞快等级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再慢到一个不行 OK 所以这个启动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启动我们那个Android Studio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资料 一个是SDK 一个是Android的Beam里面 那这是32 这是64 那你可以试你JDK 到底安装了哪一个版本 那因为我这一台只有装64 所以我就Studio 64 那如果你是32 那你就执行 其实执行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感觉Round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然比较建议是64比较OK 因为跑起来应该会 对于记忆体要求 因为Android Studio 它对RAM的要求其实非常的大 所以相对的 可能你执行64 应该会稍微快一些些 好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把它执行起来 那把它NAS 它这边的话 那你可以在NAS 相对的话 可能因为我这边是 等同是换一部电脑 因为我这边又重新启动又还原了 所以我等于又是把上次东西 它会在侦测说 你到底有没有缺一些什么东西 会帮你装一些可能不足的东西 然后把它Finish 这个时候呢 稍微让它RAM一下 那这个环境呢 就Ready 你就可以开始开发了 OK 那开发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有几个方向 不外乎就是说呢 我们后面呢 会需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几个基本元件先介绍完 然后慢慢的话再往前推进 可能再来也许就是 比较后面也许是 跟网络啦 资料库相关的 那你们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除了书本上面的范例之外 你也可以把前面的Java的程式 移植过来 那所以我们前面写了蛮多Java的程式 那怎么移植啦 这个也许我会再带各位几个范例 那反正呢 以前你写过的Java程式 全部通通可以移植过来 包含从网络上抓资料那一部分 也都可以完全移植 甚至跟资料库连结 那也OK 那后面还会再讲到有关那个资料库啦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先就绪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按部就班来看 那其他相关的资源 其实在我们云端上也都有啦 所以你其实就把云端上面的那个 总共分成18个章节 那会按部就班把这个18个章节 那我们总共有60个小时课程 但是要全部讲完应该是会非常的紧凑 所以有些可能没有办法带到的话 那你可以先揣揣看 有问题也可以再提出来啦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上面基本上一样 我们上次上课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都在上面 键盘的因为跟Eclipse不一样 所以那个快速键有点不太一样 像那个格式化 Ctrl-Shift-F啦 它是Ctrl-L T加L 那答案都在上面都有 所以你如果习惯以前Eclipse的快速键 那也许你可以再稍微参照 另外怎么显示一些说明 那预设游标放上去 在Eclipse里面会有说明 而且我们是变中文的 不过这边的话 它预设不会出现 你必须要自己把它设定 那怎么设定这个里面 我有把那个画面截图放这边 那你可以去设定 那目前找了一下 应该还没有看到那个 帮我们把那个说明档 翻译成中文这个部分 那如果底下是个同学 如果这个可以做一点好事的话 帮忙 不过我发现我本来想做 但是我看里面 哇那个 它的档案太多了 那一堆的说明档 那全部都要把它转成中文的话 那可能要花一点功夫 要写一个程式吧 把里面所有的 它里面好像是在HTML 就是一些网页 那是不是可以 把里面所有的档案 加HTML 然后做翻译 那翻译的话 也许是不是要呼叫Google的 那个translation 它的翻译的API 对 然后自动帮我们做翻译 那顶多是这样啦 再来可能细部要去检查 它翻译到底是不是正确 我想应该没有 哇 那个可能工程实在是非常的浩大 那这个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或者有能力的同学 可以帮忙做一下 如果你可以把这件事做出来 应该大家都会非常感谢你 尤其是在学习Enjoy的这些 应该广大 我发现学习Enjoy这部分的人 其实非常的多 网络上你Google一下 我发现哇 好多好多人都会有回应 但是好像大部分 有时候会贴问题 但是不见得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答案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答案都不是我们可以看错的 因为主要开发商是Google 除非是不是有 里面有内部的Google工程 他愿意帮你做一些回答 不过大部分在英文 英文语系的那些 那个QA里面 FAQ里面 似乎会比较有多一点的答案 所以你如果找中文 中文相关的问题 其实比较没有什么好一点的答案 反而可能要找国外的网站 会比较有答案一些些 OK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有放两个版本 那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我是觉得 可以正常开发都是好版本 我讲过嘛 反正管它黑猫白猫 也许将来 是不是有更好的开发工具 那当然就选那个 像我最近也在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使用那个Visual Studio 来做Android的开发 或者其他像Phone Gap 你也可以用Phone Gap 或者像我前面讲过 它都是开发Android的好方案 没有一个是最完美的 所以变成什么 你可能要 至少要多设计一些些 不见得你每个都熟 但至少你至少都有一些些的了解 如果当然你都非常熟的话 那更好了 因为这以后你要 针对不同的专案 那你就可以选择对的 那其他像Genie Motion等等的 这个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上次讲过来 那模拟器如果你 官方这个不好用 你可以用Genie Motion 它里面几乎有所有主流 非主流的 所有的device的手机 它都有模拟器 而且模拟出来 几乎你真度几乎趋近于90%以上了 那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装 那个很多的app 可以直接在上面玩游戏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上课的论坛部分 那因为这个本来是 另外一个班的课程 那我想我们还是用 沿用我们原来的 那所以我会把我们的影片 一样贴在我们原来的那个论坛 那我把它改为名称 本来是Java 现在Java跟Android好了 就不用再另外开个论坛了 不然的话 那论坛一大堆 最后会搞不清楚哪一个 放哪一个东西 因为我每个课都会开个论坛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 集十个上百个的论坛 那每一个上课 就是每一次就会贴 反正都会有这些东西 要累计下一次 也不少东西了 OK 那我又把那个 上个礼拜东西贴到 里面上哪些东西上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上一次上课 假如有些细节 没有听懂 或者是说有些遗漏 做不太出来的话 那回去再把这个影片稍微再看过 我想应该都会有答案的才对 OK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环境给开起来 模拟器也ready 这样的话呢 我想你后面再开发Android Studio 应该就会很 我想应该很顺手了 再来其实万事俱备了 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把范例给做出来 然后执行到模拟器里面 那就对了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范例 就是要做出那个 这个所谓的英里转公里这个范例 那里面的话大概我有一些相关画面 这个是英文的画面 这个是中文的画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或模拟器预设的环境是繁体中文 它就会显示中文 如果你的手机预设 像模拟器预设是英文 你把它执行过来 它就会变成英文的 就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语系 你一执行 它就会针对你的手机本身的语系 它去帮你找到一个最佳的语系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的APP到全市各地都可以被看到 OK那这样的话 你的使用者就不会局限在台湾这几百万人 而是几十亿人口 因为目前全球72亿人口 使用手机的人口应该超过几十亿 至少30亿应该是跑不掉的 而且这个数字是在增加当中 那很多那个开发中国家 其实他们刚开始接触资讯装置 这些device最早不是PC而是手机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开辟 假如你要去做一些 像很多关于APP方面的行销 其实各位不是只有Focus在技术 你也可以再去想想看 这些东西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其实背后的商机其实非常大 老板其实care的不是技术 老板care的是说你做这件事情能够赚多少钱 对不对 他还是最关心 如果你告诉他说做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他带来源源不绝的客源的时候 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的愿意去做投资 但是如果你只是Focus在技术说 你看我这个很厉害 我这个可以多过理系 我这个可以点下去 他速度非常流畅 我想这个应该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非常care的事情 反正你只要不要down掉 你只要不要出trouble 都ok 最重要的是背后有没有一些可以做行销的点 这应该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当然不是 后面东西不是我们上课的主折 我们上课主折是前面的 所以你要有点认知 那个工程师在整个算是架构底下 算是最底层的 最底层最低阶的 ok 所以你也不要把自己 就是知道自己的定位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延伸出去 你的角色就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现在比较缺的 并不是说只知道自己的东西的那个人 而是能够尽量跨多领域的那种 那才叫人才 ok 所以不是只有focus在你自己的那个点上面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可能在使用那个 在设计之前 你可能要了解整个产业状态 产业的状况 比如说未来的技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还有应用在哪个地方上面 当然各位大家都可以知道有个方向 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明出来 然后呢 真的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是 可以有一些商业模式 那不只是说可以帮老板赚钱 甚至你也可以想想看 可不可以自己创业 不过这个可能对各位来说是比较沉重一点点的 但是不是不行 可以像国外其实像西方人比较 他们从十几岁就开始想说要怎么创业 但是是属于唯一创业 就是不更改太多的模式底下 你可以真的有一些些的收入 收益 ok 那什么样有收益 其实很多啦 你说你做了之后呢 上面挂个那个广告 这也是一个收入嘛 只是说多跟少 对不对 也是一个方式啊 那积少成多啦 像那个常委理论嘛 真的常委理论有它的道理在 因为其实一个人啊 就像说你不 如果你积杀成打嘛 一点点一点点 其实看起来是不多 但是累积起来其实也蛮吓人的 ok 就像我也是一样 我发现Google的东西我用一用 然后上面就稍微挂个广告 发现每个月也都会汇钱给我啊 而且这个金额感觉好像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的感觉 所以也驱使我 多做一些创作 对不对 那感觉会鼓励我多做一些事情 好像有点奖励 不然的话 做这么辛苦没人看 所以就会想说 是不是要做一点东西是大家都想看 可能网路上没有的 大家都想知道 比如像Android Studio 大家都想要学 可是问题啊 切入书上面 你照书上做 可能做半天 你还在原地打转 因为环境还没ready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方法啊 这也是我 算是有点创新啊 反正我就给你跳过去了 你就用可惜板马上可以开工了 那所以等一下的话呢 你只要ready这些 模拟器 环境 再来做什么呢 Start a new Android project 那前面讲过来 你就是跟Hello World的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需要key上去的上面key上去 step by step 那今天的这个范例的话 我们是第三章的范例 我们是反正在参考书上 那其他延伸性的你自己在练习 这个是使用那个基本元件的这个章节 第三章哦 基本元件 所以有时间自己在稍微看一下书里面 那这个范例的话 它是CH03好了 假设我是第三章 CH03的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英里转公里嘛 所以minor 然后to好了 用2好了 to km好了 就是英里 常常看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像那个棒球啊 都会出现多少英里 可是你那要怎么转换呢 反正这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company domain 一般就是会先一个大的domain 再一个什么 比较小的domain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你要放哪里呢 我一般是放在滴底好了 不然我这一台会重 我这一台会还原 所以我把它放在滴底底下的 也许是Android Studio的 这个project的目录底下 那会有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它将来会帮我在这个目录里面 产生一个 纸目录里面就是放这个专案 那我把它NAS NAS之后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用哪一种 哪一种SDK 哪一个版本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过这里好像叫mini mini嘛 就是最低的啦 也就是在哪一种手机底下 你可以被执行 所以如果说你的版本 我现在是使用4.03 那之前我们有一个什么 help me choice 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 那假如说你是选择4.0 大概会有95%的装置是可以安装的 那大概有5%的装置 它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基本上它会在Google Play商店里面 找不到你的app 所以大家如果它是用2.3 像还是有啦 有些装置可能是2.33 2.5吧 大家发现就2点几的 在Google Play商店里面 你的东西就不会被它找到 因为我有试过 这些用比较旧的 早早看 奇怪不行 那怎么办呢 而且你可以把什么呢 这个版本 给这个降低一点点 不过我想 再降低好像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部分装置 这个旧的装置 你如果在Care 它其实好像有点多余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 干脆用最低的 最低最低啦 就干脆以4当成一个最低点了 你顾到百分之95 我想也够了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说你用比较再低的版本的话 它可能还会再叫你安装 那个API SDK 所以我们用这个好了 因为我们内建 我之前 那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好像 因为我这个要重灌 所以它会再下载一些东西 理论上你们应该不会啦 那就下一步下一步 那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也许我们一样做两件事 什么事呢 第一个 我们的layout 就是我们的那个版型上面 所以画面上面呢 我是有把 我做好的那个XML档放在这里 那画面上面 大概就需要做哪些事 第一个 做个testview 做一个adtest 再一个testview 再一个button 所以有四个元件放上来 里面的话会被用到的只有下面三个 这个INI只是装饰的 只是说让使用者知道 在这个地方输入一点东西吧 那分别把这几个 其实会用到再重新命名 命名的ID ID的话实际上指的就是 将来我们可以在程式里面 用这个ID 控制这个元件 所以前面后面的话大概有 程式部分大概有三个段落 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123嘛 一 因为你画面上有个元件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物件 让它可以载到记忆体上面去 因为如果你没有载到记忆体上面去 不是一个物件的话 它就不能够被控制 所以如果说我产生一个空间放这个画面上原件的一个实体的话 那我才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后面的 比如说我要去变更 我要建一个事件 在button上建事件 或者我要变更上面的文字的话 有没有这个 我是重新命名那个 TestView上面 如果要重新命名它的话 那才有办法控制 所以基本上有三个阶段 一 宣告 三个 因为我会用三个东西 就三个 连结 因为会使用到三个 所以才连结 第一个因为用不到 它只是装置 所以不需要 事件的话呢 就是当我按一下那个button button名称也叫btn 这个 那我就 set一个unclicklisten 事件可能对各位来说比较陌生 但是你多打几次以后就熟了 以后如果说你要在任何的原件上面 包含点击它 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 它就是有点像listener 它这个listener是随时扫描上面 到底使用者有没有点下去 如果有点下去的话 那你就会有对应的一个方法 类别方法 叫unclick 这个unclick就处理说 如果点下去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里面的东西 那这很多东西程式都会自动产生的 应该有意思 如果忘记的话 回去把那个影片稍微看一下 反正至少 那个事件是对各位来说比较陌生的 因为在java前面比较少讲到这个部分 那这个熟悉之后 后面就简单了 以后大部分的原件都可以遵循这三个法则 那这三个法则也是我自己创的 因为我之前教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书写这样 有些书写那样 那怎么办 干脆我就同意一下 因为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去遵循 反正就123就好了 123 以后 像我后来写程式也是123 1 就发现 大概都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那主要 这个宣告 为什么宣告在上面 因为你反正宣告在痊愈区 事情就比较单准 因为有些书是宣告在区域的 uncreate里面 那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其他的类别方法 他就没办法存取了 那没办法存取的话呢 程式就会发生错误 那同学就会confuse 搞不清楚 所以 就干脆放在痊愈区好了 那有什么差别 主要是可能 他的生命周期长一点而已 那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不如放痊愈区就好了 这样一劳永逸 但是你说 老师那我要放里面区域区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只要能够存取的到就好了 这没有问题啦 只是说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记 而且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123 那后面的话 也许我们再来看多国语系 那多国语系怎么做 其实主要是更改那个resource 我们的那个资源档 里面会有一个对应到的那个 这个这个名称 那那个名称的话 你只要把它先做翻译之后 在不同的手机的语系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 那至于怎么做 也许我们是在下一个阶段再来看 先把我们的主程式做出来之后 再去修改它的多国语系 所以每个app都可以啦 而且并不会非常的困难 这个比起其他的开发环境 来的简单许多 像visual studio 就是那个微软的早期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做多国语系 哇还真是非常麻烦 但是android里面就有顾虑到这个问题 就简单许多 那至于怎么做 也许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好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环境先ready 至少就是你的那个 android studio的开发工具 跟模拟器 这两个先把它准备好 然后慢慢再来 主要当然你要慢慢习惯 android studio的开发方式 因为我没有从Eclipse 跳到android studio 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环境 那儿 谢谢观看